欧阳 好久不见 怎么就好久不见啊 上次在经纪公司 不是见过一面吗 那只不过是打了个照面 本想约你一起吃个饭 叙叙旧的 可你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呀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有时间啊 艾丽专 你刚才不是说各省戴利 已经入住客房了吗 咱们去看看吧 对啊 给代理安排的房间 我们必须亲自审查一遍才对啊 对啊 玲丽专 那不陪你了 我们先走一步 你们俩去哪儿 房间的事情 不是都已经确定好了吗 为什么要去看房间 我去 你是来彩排的吧 林梅雅 对 是我 你放心 客房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不会去看客房的 他们哪儿也不去 就在这儿看你们彩排 你就是他的女朋友吧 不 不是 不是 误会了 我不是他女朋友 我就是他秘书 我知道了 秘密恋爱是吧 也是 不公开有不公开的好处 这样分手的时候 更简单 不拖泥带水 不过 这欧阳的口味道真是变了 的确 米其林吃腻了嘛 偶尔尝尝街边大排档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呢 但我奉劝你 不要妄想只图一时 信心的大少爷 会把大排档买下当食堂 也不要妄想 脏馆子里的麻辣套 能上得了米其林的餐桌 当然了 玩玩可以 各取所需没有问题 就是你千万不要付出真心 否则 一旦城馆来了 这街边脏摊可说取缔 就被取缔了 是吧 欧阳 好了 先聊到这儿吧 改天有机会咱俩好好聊 走了 李东 他嘚嘚嘚嘚念散文呢 他跟我说那么多干吗 我们家大排档怎么了 可莉斯 欧阳曾经的女朋友 不过她跟那些网上传的 靠跟欧阳搞暧昧 拉流量博取关注的女人不同 她曾经挺喜欢欧阳 只不过后来欧阳 小小地伤害了她一下 她就性情大变了 伤害了她 她跟我说那么多干吗 我算是看出来了 我这个挡箭牌 不光是来挡李薇薇的